第170集 李渊叹了口气道 怎么感觉秦雀这小子什么都灰啊 承煜笑着道 哎呀 陛下天资聪养 背得过那数十万次的三国志 自然不是凡夫俗子 奴婢觉得陛下能建成那十五米高楼 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这倒也是 李渊汗手随即有些埋怨道 秦雀最近在干什么 也不知道来宫里看看朕 是不是把朕给忘了 就在此时一道智能的嗓音在殿外响起 黄爷爷 你这话说的 我就是忘记谁也不会忘记你啊 李渊大太监成语闻声看去 就见李太嬉笑着提着一个装有热点的石盒 大步走了进来 看到那个石盒 承煜眼瞳一鸣 心呢都快卡在嗓子眼了 陛下不会又拿着吃剩下的羹汤 来对付吴上皇吧 当那石盒被打开 露出一份味道浓郁的羹汤 承煜啊 顿时松了口气 看来这次是新鲜的 李渊却盯视着那一顶西壶牛肉羹 眉头拧了起来 清雪 你这次带来的羹汤 怎么跟上一次真喝的羹汤 有些不大一样啊 跟在最后的李建成里 而李渊吉三人 听得差点笑出来 那肯定不一样 上一次送过来的 那是吃剩下的 这次送来的是新做出来的 能一样才有鬼了 李太眨眼道 这次是改良吧 是吗 碧云狐疑地看着他 随即拿起汤匙 轻轻地吹了吹 拧了一口 撒拔了一下滋味 说道 嗯 味道倒是没什么区别 不过你这牛 这次又是从哪里来的 李太一脸认真道 上次没吃完 还剩下的 上次 那不就是自己 从宫里拉出去的羹牛吗 想到这儿 李渊忍不住 等着站在身后的 李建成里而李渊吉一眼 当时让牛上吊的那一幕 到现在啊 李渊都记忆犹新 真有这三个兔崽子的 能想到这样的杀牛办法 李建成三人 顿时一脸无辜模样 很想反驳 若是那一次的话 早就该臭了 但想到若是跟李渊说 之后又吊死了一头牛 恐怕父皇就该炸毛了 没有再去看他们三人 李渊困惑地望着李太 清全 你此次来宫里干什么 看黄爷呀 李太一笑道 长安城内发生的天花之夜 黄爷爷知道吗 李渊神色一诉 这么大的事 朕怎么能不知道 这件事 你小子做得好 朕都得给你竖大拇指啊 无论是你提出的 借重牛豆之法 亦或者是让文武百官 先见牛豆而做个榜样 让长安百姓 乃至天下沉迷信服 都值得称赞 李建成忍不住道 父皇 是不是夸得太过了 你懂什么 李渊美好气道 朕且问你 借重牛豆之法 你能想得出来吗 李建成摇了摇头 借重牛豆之法 恐怕这天下 除了李太以外 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李渊板着脸继续道 那让文武百官 借重牛豆 来让长安乃至天下百姓信服 你能做到吗 这 李建成迟疑了一下 思索着 自己若是坐在皇位之上 好像还真没办法 让文武百官都尝试 去借重牛豆 当时李太是怎么做的 是跟文武百官说 如果他们借重牛豆 必然能轻使流明 可自己连借重牛豆 这个必要前提都想不出来 又怎么可能让文武百官 有信心去朝着 轻使流明的方向 下定学心呢 李建成摇头道 而臣不能 李渊见他还识去 脸色稍缓了一些 那你说 朕夸赞清脆几句 算不算过了 朕看一点也不过 而且还夸得轻了 李建成善笑了一声 摸着鼻子道 傅华说得有道理 就在此时 李太稚嫩的嗓音 在他耳畔响起 你觉得皇爷爷说得有道理 那你也夸几句啊 李建成笑容一僵 偏头凝视着李太 见他正眨着眼睛 注视自己 不由气不打一处来 下楼送台阶的事 没见你做过 落井下石啊 你总是第一个 你他们是活在老子 人生里的一道坎儿吗 但看到李渊露出一抹 理所当然的模样 便知晓这一劫逃不过去 李建成 硬着头皮道 陛下英明 说完了 李太亚然道 就这 李建成嘴角 抽出了几下 他们夸了一句 还不够吗 作者牙花子道 陛下神通广大 无所不能 当看到李太 一脸无奈的模样 李建成有些抓狂 他们老子把能夸的词 有一个算一个全说了 你露得什么表情啊 而他哪里知道 李太此时心中的惆怅 大唐的臣民 还是直爽 还没撞过南北宋时的那种 不着痕迹的拍马屁功底 要不要让科普一下 李太沉死了一下 还是算了 大唐之所以是大唐 可不是靠这个强于天下 而此时 看到二人的模样 李渊笑得合不拢嘴 好久没看到这般画面了 心中宽慰不少 看来当时将皇位 善让给李太 不算是一个坏的选择 不然也不会有今日 李渊好奇道 清雀 除了来宫里看朕 你就没有点别的事了 李太想了想道 黄爷爷 你在宫里觉得烦闷吗 烦闷 李渊神情有些恍惚 要说不烦闷 那是不可能的 自从善让皇位 成为太上皇以后 自己几乎在良衣殿内 足不出户 整日除了看宫文 就是在殿外打打拳 饮酒作乐 都变得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 就是李太坐上皇位 却又当了甩手掌柜 除了在朝堂上 跟百官打交道以外 三省六部十二四的公文 全都送到了良衣殿 自己现在是起早贪黑 比坐上皇位还辛苦 李太看着李渊 默不作声的模样 笑容也收敛了起来 一脸严肃道 黄爷爷 此次我来皇宫 就是想接黄爷爷 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 李渊思索了一下 摇头道 还是算了 朕今年都六十了 到了儿顺之年 叫朕坐儿论道还行 要是出学 朕生不起那心思 黄爷爷 我说的去皇宫外走走 可不是一般的 去皇宫外走走 李太一脸认真地 看着李渊 乃声乃气道 黄爷爷 你跟我来 说着 李太不由分说 拉住李渊的手掌 大步朝着黄殿外的方向 迈步而去 随即 他给审恋投过去 一个眼神 沈恋顿时点头 转身离去 走到殿外 李渊看着忽然不动 他的李太 不由好气又好笑 说要出去的人是你 怎么现在又停下来了 李建成李二李渊吉 也跟着走出殿外 见到李太 站在两一殿外的庭院里 一动不动 纷纷困惑地望着他 李建成忍不住道 陛下 赏月呢 这一开口啊 就知道是老杠精了 李太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干啥啥不会 弄啥啥不行 他们抬杠你是第一名 放在未来 就是高速路收费口的那个ETC 专门负责抬杠呢 李太乃声乃气道 我看王伴呢 王伴 李建成自下望了望 眉头一铃叨 臣怎么没看到啊 李太素然道 你顺着我的目光看 还看不到王伴吗 顺着你的目光 李建成迎上李太的目光 眉头啊 无数控制地跳动了几下 好小子 半点亏不吃啊 他们问你一句 你都能给我顶回来 李渊看得是人均不尽 正准备开口 让他们休息休息 憋光忙着斗嘴 忽然听到一阵悦耳的声音 清脆而动听的声音 如同汤匙敲动酒尊的声音 却又没有敲动酒尊时的那种沉重 又说如波动琵琶之音 又比那清零 李渊眼眸一亮 这是什么乐器啊 李太冲着他笑了笑 李渊身为一个弹奏琵琶小能手 自然也痴迷过乐器 若是他不对这声音有感觉啊 那才有鬼了 而此时不仅是李渊 李建成李二李渊吉 听着那动听的声音 都忍不住地侧耳倾听 声音游远极近 很快便在两一殿内响起 李渊举目凝视着 就看到沈恋坐在一个古怪的东西上 游远极近而来 险些把眼珠子瞪出来 李建成李二李渊吉 同样一脸错愕地望着沈恋 他坐下的是什么动线 双脚离地竟然还能飞驰而行 如果沈恋坐在马背上 亦或者是牛背之类的庞然活物 李建成等人呢 也不会吃惊 可偏偏那漆黑闪亮般的东西 明明是一个紫物啊 而且也不像是马车牛车车厢那样 能借力而行 这是怎么做到的 而此时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目光中 李泰脸上露出一抹浓厚的笑容 若是换作一个现代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辆自行车 而且还是影响深远的豪车 二八大纲 这段时间 李泰虽然更多的是在秦王府休息 但他休息 手里的万物锦囊却不休息 从上一次 从万物锦囊中取得物品以后到现在 期间又得到过几样好东西 眼前的这个二八大杠 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如此豪车 为什么能从不大的锦囊中掉落出来 李泰只能用奇观二字形容 就是倒提着锦囊带子一抖 二八大杠就出来了 此次来到皇宫 李泰为李渊准备了好几样东西 但要说最能拿得出手的 二八大杠是其中之一 毕竟这东西是多少代人不能忘怀的豪车 而此时当神烈羊腿从二八大杠上跨下来后 李渊便忍不住道 清全 这是何物啊 此乃自行车 李泰乃声乃气道 还有一个别名叫二八大杠 这皇宫中不免烦闷 黄爷爷一个人在两仪殿中多没意思啊 所以它是我送给黄爷爷的一个礼物 希望黄爷爷能喜欢 自行车 二八大杠 送给朕的 李渊也谋一亮 欣喜之策 异于言表 身为皇帝 他什么东西没见过 可眼前之物 还真是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